歡迎加入1800新聞1點0的新聞直播 大家好 我是王心儀 在這裡先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烤肉或是出遊呢 歡迎在留言區跟我們分享 也歡迎跟我們一起討論時事 那麼今天新聞一開始 馬上先帶大家來關心亞運的最新消息 這一次中華隊網球在亞運 可以說是拿下非常好的成績 我們先看到南雙組合 莊吉昇跟徐玉修 在金牌戰對上了強敵印度 花了一個小時12分直落鱷 拿下了金牌 另外在混雙的部分成績也還不錯 梁恩碩跟黃宗祥晉級了金牌戰 另外詹浩琴跟徐玉修 則是不敵印度收下銅牌 拿下杭州亞運網球南雙金牌 滿足笑容藏也藏不住 中華隊亞運史上網球南雙第一面金牌 真的不簡單 但莊吉昇和許玉修 整場比賽表現超高水準 面對印度強敵 第一盤前四回合 雙方都保住發球局 直到第五回合 中華隊才成功破發 以6比4拿下勝利 第二盤到第九局 莊吉昇突然來個往前結局 成功突破對手的發球局 最終再以6比4收下金牌 我們今天在場下就是非常專注 然後去應對他們每個發球 每個結局這樣 然後我們在發球 自己發球局上面也都把握得很好 然後沒有就是錯失過太多機會 其實24歲的許玉修 是第一次比亞運 和搭檔34歲的莊吉 生在場上默契十足 而且台語不太流利的許玉修 為了配合莊吉昇 在場上也會用台語來溝通 其實我都聽得懂台語 然後其實要講也是可以 但是就沒有那麼的流利 對啊 但是我就是 你不要聽說你的台語很好 另外莊吉昇的媽媽 去年10月才因病過世 不過她覺得媽媽有來看她 另外中華隊網球混雙也有好表現 兩組代表雙雙闖進四強賽 梁恩碩 黃從豪 更是以直落二成績挺進金牌戰 而且梁恩碩的女雙也打進金牌戰 渴望在今年亞運獨拿兩金 但許玉修和詹浩琴不敵印度組合 拿下混雙銅牌 不過亞運網球項目中華隊 已經確定進賬五面獎牌 TVVN 陳旭玉 李敏珍 杭州採訪報導 除了網球中華隊亞運 這一次的柔道也是非常的亮眼 男生跟女生都成功的 拿下了兩面的金牌 而選手在反台之前 中華隊的總領隊蔡家福 也特別幫大家舉辦了慶功宴 還頒發一千塊美金的紅包 給兩人 給楊勇偉還有蓮真林 而其實兩人在回國之後呢 也能拿到國光獎金三百萬元 他們都說會跟家人一起分享 我們頒發這個即時獎勵的這個紅包 美金一千塊 千元美金大紅包 不只頒發一個後頭排隊領取的 就是我國柔道女王蓮真林 他與楊勇偉共同奪下柔道雙金 中華隊總領隊蔡家福 特別在他們回國之前舉辦歡送慶功宴 總領隊也表示不怕花錢 這美金紅包 只要多金牌都會有 發越多越好 只是不只簽元美金 拿下金牌之後 柔道男神和女王 也能各獲得三百萬的國光獎金 兩人都想好了要怎麼花 還是交給家人 看他們 就是希望他們可以利用這筆錢 然後好好去比個方向 然後謝謝他們為我 就是一直以來的助政這樣 畢竟爸媽沒有出過國 所以會希望也是利用這筆錢 帶著家人一起出去走走這樣 為了亞運集訓 都沒時間好好陪家人 當然要把這獎金跟家人一起分享 當然自己的訓練計畫 也不能停歇 因為要放眼明年巴黎奧運 現在還是以巴黎奧運 前期分賽為主要的目標 然後這計畫就是慢慢規劃 也不急 所以就是先以比賽為主 以訓練跟比賽為主 本屆亞運柔道隊可說是大進帳 兩人的好表現 有目共睹 繼續奮戰 希望奧運舞台 能再把獎牌帶走 特別新聞綜合報導 而這一期亞運也首度納入了電競項目 那麼中華隊在快打旋風項目當中 拿下了一銅跟一銀 其中項玉琳在金牌戰跟南韓對戰 最後是以3比4落敗收下了銀牌 賽後其實他提到說本來想說奪金之後就可以退休 畢竟已經44歲了 不知道可以打到什麼時候 但他也說呢 會繼續努力 繃緊神經全神貫注台灣電競國手 我覺得戰術很成功 確實透過不斷的更換角色影響到對方防守 可惜有些連段沒打好 他也透露其實本來想說 如果可以奪金或許就是完美的ending 選擇退役之後放下追逐這條路的壓力 緊接著就且戰且走吧 不知道可以打到什麼時候 人們或許會漸漸淡忘 但還是會繼續為了自己而戰 我很慶幸 因為我打格鬥技打很久了 然後我也44歲了 4年一次的亞運 說實在話 我下次還能不能參加 我真的不知道 在我這樣的體驗 能拿到一個銀牌 我必須說我很幸運 回顧賽程 湘玉琳在27號敗布準決賽中勝出 林立偉則在勝負冠軍賽中 以1比2襲敗金關羽 兩人落入敗布冠軍賽 開啟寶島逆戰 湘玉琳4比2逆轉勝 擊敗自家人 林立偉則先收下同海 輸的就是不好 但小鄉打得很好 他在2比0落後以後 有調整過來 那我自己沒有做好 及時的調整 是個人的問題 但是本來昨天我們就講好了 不管誰上去 全力奪金 但很可惜沒有達成這樣 其實林立偉今年已經 38歲之前放棄月薪 十幾萬的工作 專職投入電競 向玉琳 林立偉替台灣 再收兩面牌 也讓台灣電競在國際上 繼續發光 據月新聞 綜合報導 另外呢 亞裕南籃的部分 中華隊在昨天 對上了地主中國隊友 雖然說比賽當中呢 阿提諾跟阿巴西強勢的進攻 但是最後還是以69比89吞敗 那麼其實作為球隊老大哥的曾文鼎 也點出球隊的不足之處 他說其實 這一些球員呢 在自己的母隊裡面都是主力 但是現在加入中華隊之後 還是有一些地方 有需要來適應 那麼他也祭出了必勝令 接下來對上蒙古呢 只能贏 希望可以以分組第二進擊12強 杭州亞運28號晚間中華南籃 對上地主國中國隊 新台灣人阿提諾攻下全隊最高21分 但中華隊還是以69比89慘敗20分 吞下本屆亞運首敗 看起來是他們除了中鋒以外 其實所有人的外線都是很準的 只是說當他們的高個子上來的時候 其實在防守上 我們勢必就是會縮小的一個防守 中華隊在這場比賽當中 第一節就進攻當機 只拿下12分 第二節中國隊杜潤旺三分省準 更是雪上加霜 除了阿提諾的強勢進攻 阿巴西也猛追分攻下16分 我希望拿16分 可是我們還是輸球 所以我們還是要 我們目標是贏球 所以基本都不重要 就是我們還是要把就是錯誤 然後改掉 值得關注的是身為台藍 黃金世代一份子 高齡39歲的大房東曾文鼎 再度披上戰袍 出征亞運 開賽嘗試表現 一度幫助球隊領先 交出5分4籃板4助攻成績 身為球隊的老大哥 他也點出球隊不足的關鍵 集訓這麼久 全隊都有進步 但還是不夠 每個球員在自己的母隊都是主力 但進入中華隊後 如何在有限的時間跟球權中 做出貢獻 這點年輕球員還得多學習 有啦 剛剛其實在休息室 大家都已經聊過 大家其實在心態上 都沒有什麼他的問題 畢竟大家都是職業球員 拿這麼久的比賽 目前戰績中華隊一勝一敗 29號晚上將和蒙古交手 曾文鼎直接喊出必勝令 對蒙古只能贏 球隊才能以分組第二 晉級12場 區別新聞 中文報導 好 非常多觀眾朋友 都跟我們分享說 現在其實正在烤肉 一邊看我們的直播 像是溫連雪就說 其實今天有一點涼快 有點風 這個天氣感覺好像 真的還蠻適合烤肉的 另外觀眾朋友 燒狼補土他說 他認為台南的燈格熱 在烤肉過後會再創新高 的確 台南現在燈格熱 疫情是蠻嚴重的 也提醒大家在烤肉的時候 還是要記得擦防蚊液 因為可以想像這個 這麼熱的天氣 應該是沒辦法穿長袖 大家還是要記得做好防疫 那麼也歡迎各位觀眾朋友 持續在留言區 跟我們一起互動 接下來帶大家來看到社會消息 在新北市三重 發生了一起槍擊案 原命男子持槍 向妻子來討錢 結果遭到拒絕 他就懷疑說自己被戴綠帽 很生氣之下就朝地板開槍 結果造成妻子受傷 事後嫌犯的兒子也報案 說兇手就是父親 警方也循眩的追查 發現這個嫌犯 先把作案的手槍交給別人 還找第三方接應到南部 只不過躲了三天 還是被戴 男子大喇喇的走在街上 仔細看看他右手 拿著一個黑色物體 其實就是一把槍 而且就在幾分鐘前 他才剛開完槍 這時候的他 往朋友的家方向走去 為的就是要請託對方幫忙藏槍 東西藏好 他用一個人緩緩的走 來到一處民宅前 立民朋友已經準備好開車接應 一路往南部逃 這一事件是發生在這個果汁 冰店內 而第一時間 他是持槍到店內來理論 造成他老婆受傷 而最後呢 他一路是往店外狂奔 這樣大約徒步了300公尺 他來到了這間超商 要求店員幫他打19 也因為這樣子 他沒有第一時間就報警 原來傷者是他的妻子 事發在新北市三重 24號晚上的8點多 因為向老婆討生活費 遭到拒絕他一氣之下 把心裡的怨氣都說了出來 懷疑被女方戴綠帽 控制不住怒火朝地板開了一槍 沒想到造成對方受傷 被害人送醫是兒子到醫院 探望媽媽 在晚上10點多到派出所報案 稱自己老爸開槍打傷母親 整體事件才跟著曝光 警方除了逮到開槍的嫌犯 還在他朋友的倉庫中找到了作案槍枝 包括藏槍和捷影的兩名好友 也通通被抓了起來 順利他功誠 只是想嚇嚇老婆 沒想到最後擦槍走火 這回先別說錢 還能不能跟老婆討 這段情恐怕也要攻守讓人 TB 新網網政府新宴 新聞報導 好 我們的小編呢 也在線上祝大家 中秋節快樂 烤肉吃到飽 沒錯 其實大家在烤肉之餘 也可以抬頭看看有沒有機會賞月 今年的月亮號稱是10年來最遠的月亮 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話 也歡迎在留言區跟我們一起分享 接下來帶大家來看到 現在捷運難道變成了擂台了嗎 為什麼這樣講呢 在台北捷運中校行程站 有兩名女子在搭捷運 但是因為人太多發生推擠 竟然互相扯頭髮 還踩腳 其中一個人眼鏡還被拍落 而且沒想到到站之後 還不停喔 兩個人從車廂打到月潭 捷運車廂內所有乘客的目光 都往同一個方向看 因為有兩名女子吵架吵得好大聲 推來推去還互扯頭髮 其中一人眼鏡還被拍掉 其他人就怕被打到趕快閃邊 這時剛好到站門開了 但鬧劇可沒結束 他們竟從一路扭打到月台 就讓要上車的民眾 有夠尷尬 圓警才說冷靜一點 但兩人越講越激動 都說是對方先動手 結果一調監視器發現 衝突是在上一站 中校行程站爆發 是轉乘站熱點 人本來就多 當時還是下班尖峰時刻 而這就是導火線 當時其中一名女乘客 就是看到門開了很多人上車 她就挪動腳步一個轉身 結果就跟另一名乘客 發生肢體碰觸 兩個人就爆發口角 把車相當雷台 被拍落眼鏡的女乘客 決定提告傷害 其實上半年捷運糾紛案件 高達194件 車廂擁擠造成碰撞 是常見的衝突原因 尤其像中校行程 這種大戰 乘客也很頭痛 已經沒有位置 後面人一直擠來擠去 然後就很不爽 不敢講 萬一他有一些危險的動作 就擔心一言不合打起來 只是如果為了發洩情緒 讓捷運變戰場 恐怕氣還沒消 挨告的船票就先到 TV新聞中有了 吳亞太陽報導 好 觀眾朋友BOBCHEN說 這是女子街頭格鬥賽嗎 的確如果一般的 這個乘客看到這樣的行徑 真的會下一大套 也提醒大家火氣不要太大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呢 今天早上在桃園的榮華街路口 兩輛車都沒有減速 所以撞成一團 而其中一輛開休旅車的無性女子 他被撞了之後 車子整個失控還撞進旁邊的店家 導致鐵捲門破了一大個洞 那麼實際我們記者也回到現場 其實這個路口呢 都有減速慢急禮讓的標誌 但是其實這個無性女子 他是開在主線道 所以現在看起來 另外一個駕駛可能得負起比較大的責任 騎士準備通過路口突然 直擊兩輛車親在一起 瞬間傳出急促的煞車聲伴隨撞擊巨響 往另一個角度看 騎士驚險逃過 休旅車為了要閃開 卻來不及煞停 衝撞路邊民宅又彈了出來 照片都拍了 這一狀導致鐵捲門 凹了一個大洞 扭曲變形碎片玻璃掉滿地 這件事件發生在桃園榮華街附近 二十九號清晨六點三十九分 一名四十三歲 無性女子在路口處 與二十八歲 邁性駕駛發生碰撞意外 導致車輛失控打滑 往民宅沖 還好兩人都沒有受傷 雙方駕駛人行進路口 均未減速發生碰撞 一大清早嚴重車禍 擔心駕駛 九號上路還好檢測後均為零 實際回到路口處 有禮讓減速慢行的標誌 而無性女子開到主幹道上 另一方則是直線道 這回慢性駕駛 恐怕沒有好好落實禮讓 得負起大部分的責任 TVC的廖中心網絲淳 桃園採訪報導 提醒大家中秋節連假 如果烤肉想要放煙火的話 還是得要多加的留意 有像是昨天在台南安平關係平台 這一些景點呢 其實在夜間 就有民眾一邊賞月 一邊放煙火 那麼當然環保局也出擊 只要在晚上10點 這個管制時間過後 如果還持續施放的話 一律就會開罰3000元 18號夜間台南安平關係平台 還等景點出現的民眾 帶著各式各樣的鞭炮到場施放 舊派影響附近住戶的安寧 環保局主動出擊 只要在晚間10點 持續施放連火的 一律直接開罰6000元 一個晚上開出了五張罰單 二九三十兩天環保局強調 仍然會在黃金海岸 安平四草大橋 李牧娘公園及關係平台等 夜間容易聚集 施放爆竹煙火的熱門地點 加強勸導跟稽查 一旦超過管制的時間 施放煙火會立即開罰 請民眾要多加留意 正在烤肉的大家 如果要用瓦斯罐的話 就要特別留意囉 在新北市的戲紙 在昨天下午發生了一起意外 原本一群工廠的員工 要烤肉聚會 但是沒想到這個瓦斯罐 在固定的時候沒有固定好 點燃噴燈的時候 導致噴嘴有火 整個瓦斯罐就爆炸了 消防隊員到場 目光朝鐵皮屋門口望過去 因為就在那一群人 圍著一名男子 直見他痛苦地坐在地上 救護人員第一時間 幫他先做初步爆炸 不只這樣另外一頭 還有兩人也受傷 一人躺在水泥地上 另一人則是扣在鐵捲門邊 最後發現 這原兇是這罐瓦斯罐 突然就聽到 蹦的一聲很大聲 然後那個 整個警衛師都有像是那種 被地震那種炸到的聲音 出去看 就看到一個人倒在那邊 然後還有一個人腳被炸傷 那是他們的員工自己在烤肉 瓦斯噴槍爆炸 事發在新北市系止 二十八號下午一點多 當時一群工廠員工在烤肉 提前還寢中秋 過程中使用噴燈 但疑似沒有固定好 導致噴嘴有火 甚至整罐瓦斯罐也有著火狀況 最後釀成爆炸 造成三人受傷 其中一人左手掌小腿 二度百分之十的燙傷 一人左右前臂一度百分之十燙傷 第三人傷勢較為嚴重 則是臉部雙手前臂雙腳踝 有二度百分之二十五的燙傷 好險受傷的三人送醫後 都沒有生命危險 但從週節很多家庭都會選擇聚會慶祝 如果使用瓦斯罐就得更注意 換裝丟棄都得遠離火源 也要小心不要使用超過一小時 甚至出現漏氣就得要關掉火源 月圓人團圓別讓聚會變成意外現場 TVS新聞 王正宏新燕新聞報導 講到烤肉 觀眾朋友李正中說他是健康派 堅持不吃火烤肉 不過相信很多人其實都是健康派 但是一年一次過過雨應該也還好 所以觀眾朋友如果有烤肉的話 也歡迎跟我們分享 不過就像剛剛的這個新聞 如果烤肉還是要注意安全 觀眾朋友Williamsha說 台北開始下雨了 如果有烤肉的話 記得要找個地方躲雨 那麼其實今天就收集 我們剛剛看到很多觀眾朋友 都有跟我們分享說 其實都是有烤肉的 但是今年很多民眾到菜市場 買烤肉的食材還有海鮮的時候 很明顯感覺到真的好像變貴了 那麼今天月圓人團圓剛剛有講到 想要賞月的話呢 氣象專家也說 中南部在午後雲散開之後 有機會賞月喔 但是下周也有可能會有颱風生成 目前都還要再觀察 這個龍蝦的尺寸 才會讓大家有那種喜悅的感覺 活跳跳超大龍蝦 老闆一抓起來立刻吸引蔡藍族目光 冰一頭鮮殼超大一袋 烤肉烤海鮮這一位最對位 中秋節這天 合家團聚夯起來 一早在冰江市場 攤販忙不停 民眾買氣也很旺 買龍蝦螃蟹之類的 大概貴大概一兩層 還是要買 過節啦 硬減 肉片啊 海鮮啊 這都是小朋友他們最愛 只是今年物價上漲 食材變貴 大家都有感 以海鮮來說 螃蟹 蝦子一斤漲一百元 活蝦從四百變成四百五 不過常烤的牡蠣生蠔蛤蜊 價格就和以往差不多 螃蟹類的啊 蝦子類的啊 這個每年中秋節都會 漲幅一些些的 東西量沒有很多 然後大家都會想要吃這個食材 然後就漲幅就漲一點點 烤肉主角肉片也不能少 市場姊姊黎雞肉已經敲到手軟 香腸撿了再裝 還有梅花和五花肉早就賣光 不過價格同樣小漲5到10元 今年物價很高 有些民眾還是會跟去年做比較 大家荷包可能比較沒有 那麼多的預算 新北市主技處也調查 跟去年八月相比 雞肉 豬肉都漲 其中秋刀魚漲20% 最狂的是玉米一口氣貴七成 而烤肉以外 中秋月圓 人團圓 各地賞月指數也要掌握 基隆宜蘭賞月機率較低 雙北以及花蓮台東賞月指數有兩顆星 渴望雲鳳中賞月 而越往南以及西部的桃園 嘉義地區雲量偏少賞月指數最佳 至於下週恐有颱風生成 專家說明 矽季平均路徑偏西進行 全國巴士海峽下週三到週五影響最大 有可能發展成今年第十四號颱風小犬 但不確定性還高 還得持續觀察 TW的新聞我想張慧先不太報道 不知道有烤肉的觀眾朋友 今天去菜市場買菜的時候有覺得變貴嗎 如果有的話也歡迎跟我們分享 那麼其實也很多人說 中秋節一定要吃月餅才有過節的感覺 那麼很多人分享說月餅說吃的感覺 吃了三個汗來月餅 但是也覺得說好像中秋節過後也會胖個3公斤 大家還是要勤勞的運動 因為我們來看到一個暖心的新聞 中秋節連假第一天在宜蘭的陽明焦大副醫 有捐贈的器官需要送到其他的醫院 但是中秋連假交通其實還蠻塞的 所以當地警方聯手了國道警察開前導車來護送 經過了國道5號雪山隧道這個每次都必塞的地方 因為有前導車的關係 所以縮短了至少半個小時的車程 三輛救護車成功的把捐贈的器官送到醫院 聽著聲音所有人都得讓到 一路暢通但警車不是在追嫌犯 而是有他們緊跟在後 這回他們有任務在生得要及時抵達醫院 因為車上載運的不是人 而是準備要移植的器官 移到目的地醫護人員接手 帶走藍色箱子任務總算成功完成 29號早上9點多 宜蘭警方接獲陽明焦大副醫通知 有心臟腎腎等捐贈器官 需要緊急送往其他醫院 就怕車多毀堵耽誤到時間 尋求警力協助開前導車護送 三輛救護車從宜蘭出發 正值中秋連假期間 又會經過比賽的國道5號雪山隧道 國道警察沿路開道一個多小時的車程 瞬間鎖短成40分鐘 另外兩輛救護車分別前往林口長庚 台中隆總 行經國一國三塞車路段也順利通行 因適逢中秋連假期間 由本局開道護送制 國道5號宜蘭交易道後 由國道警力來接力護送制 跟時間拔河搶救生命 宜蘭警察建立國道警察 聯手沿路護送捲整器官 好險北上車流不算太塞 不需要特別封路 出動前導車帶領救護車 及時抵達各醫院 順利執行器官移植手術 中秋月園臨時接獲緊急任務 也成功圓滿達成 TVBS新聞簡大成蔡新於宜蘭採訪報導 來看到大陸在中秋跟十一連假的加持之下 光是鐵路運輸 單日就破千萬人 很多人搶不到票 只好開車返鄉或者是旅遊 有廣東人塞車超過了14個小時 但是他們也祭出妙招 他們帶著電鍋上路煮飯 不怕肚子餓 才剛開出廣東省 但是距離目的地湖南老家 還有四個小時車程 超過半天都塞在車裡 之後人家乾脆帶電鍋上路 就滷了一個牛腱子 然後滷了雞爪 鴨爪 然後還帶了一些飲料在車上面 提前在鍋裡面 煮飯好的米和水 然後就在服務區查個電 然後就把飯給煮好了 萬事俱備不怕塞車之苦肚子餓 中國大陸中秋加十一黃金周起跑 公路塞爆 因為高鐵一票難求 但是有人上車卻看到一整截車廂 載的不是人 是快遞 上廁所的時候 剛好路過了這一間車廂 然後發現都是快遞 就覺得挺有意思的 搶不到高鐵票 還能選擇老舊的綠皮火車 同樣座位全滿 還有不少人客難坐地上全擠在一團 有人一路從北京站到山東 昨天全國鐵路發送旅客是達到了一千六百一十八萬人次 那今天呢是預計會達到兩千零二十萬人次 單日上千萬人的移動 中國大陸長假返鄉出遊 光是出門就是一場硬仗 TVB的新聞張家寶 陳若文綜合報導 剛剛很多人在討論月餅喔 的確現在中秋節應該從八月開始 就是月餅的出貨旺季 但是陸媒就報導 中國大陸現在好像出現月餅賣不動的狀況 像是電商的銷量就年間43% 還有工廠的訂單掉了三到四成 推估有可能是跟景氣低迷 還有財源有關係 不管怎麼敲打 這月餅竟然都不會破 這是在中國大陸河北石家莊 一所職業學校發放的月餅 被吐槽根本是鐵餅 校方解釋這月餅是由食堂製作 發現狀況之後已經回收 四塊888元 一塊220塊 一塊月餅要價將近980台幣 陸媒記者花了將近12000台幣 購買四款高級月餅禮盒 開箱實測 最貴一款是國際精品推出的月餅 以紅色禮盒相簽幫忙心 象徵閃耀月夜 月餅是少見的小巧扇形 但是味道有何特別 高級月餅不吃香 同時有數據顯示 比起去年8月中上旬 某電商平台月餅銷量16萬個 銷售額超過1200萬人民幣 而今年同期只剩9.1萬個 年減43% 銷售額剩下550萬人民幣 年降幅超過五成 據北京商報報道 不時成了今年月餅市場的主基調 無論是口味 包裝還是價格 都較為理性 傳統 蘇州某月餅品牌負責人表示 今年訂單減少了三至四成 除了配合官方的月餅瘦身令 禁奢不過度包裝 還有中國大陸經濟低迷 不少企業裁員讓月餅銷量跟著大減 TVB的章家寶 陳若文綜合報導 9億的威力彩頭獎呢 就在高雄市的彌陀區的彩券行開出 而且是由藝人獨得喔 老闆娘說其實前一天傍晚 就有一隻蜥蜴闖入 沒想到當天就開出頭獎 那一大早呢也有很多的民眾想要到彩券行沾沾喜氣 當然大家也在討論說到底是誰領到這9億 有人說是越南籍的移工拿到 也有人說是附近領居 那行一早就生意興隆幾近牆買人潮 大貨交頭接二議論紛紛 到底誰是9.1億的幸運得主呢 顧客懷疑老闆中獎 常客也被女兒鎖定 老闆開心放鞭炮 老闆娘說前天突然闖入店內的蜥蜴 讓他直覺就是復興 因為前面那邊有一個永安工業區 上班族的上下班的都會從這裡經過 會進來碰碰這個運氣 曾在二月份開出一百萬大獎的採券行 是從加工區進入社區的必經之地 生意向來不錯 而所在的里七百多戶人家 兩千多位居民 到底誰得獎 里內傳聞四起 有人外移工啊 是喔 什麼時候在船的啊 早上就在船 早上 那邊迷路那邊船過來的啊 有很多人在談論啊 人家都不敢說是誰 是有人傳說是外勞 對啊 聽說這附近的啦 不知道是誰 一柱獨得9.1億元 到底誰運氣這麼好 成了里內的焦點話題 TVBS新聞方志成高雄報導 今年見廟一百六十週年的苗栗白沙唇拱天宮呢 在中秋節也舉辦節慶的活動喔 那當然要選總統的通通都出席了 紅海創辦人郭台銘移到現場 只跟國民黨參選人侯友宜 還有民眾黨參選人柯文哲握手 賴清德可以說是把他曬在一邊喔 但是賴清德呢 也化被動為主動主動跟大家握手 2024位總統參選人首度合體同台還同框 並排站一同舉香祈福白沙唇拱天宮 建廟一百六十週年 只是郭台銘移到先與侯柯兩人握手 忽略一旁的賴清德 但賴清德展現新意 參拜後主動與三人握手 隨後到管理台前四人中間都隔一人 先被cue上台的就是他 阿祖婆是兩岸的和平使者 和平帶來繁榮與希望 特別戴上眼鏡只是一度緊張忘記開麥 都要展現是媽祖愛圖 扣著上台展現神話一哥 我走那九天我完全沒有沿路沒有買任何東西吃 都吃不要錢的 第一次可以感受到台灣人民的善良跟彼此的幫忙 大談過去經驗與民眾心連心 侯友宜展現接地氣全程用台語 拜媽祖談到兩岸 民進黨賴清德台上見招拆招 三位總統候選人所描述了我覺得都非常好 根據自己的意願 不受外力的影響 也不受假信息的干擾 能夠選出最好的人選 四人首度合體同框沒有太多互動 各自搶工總繳票 TVB新聞綜合報導 大家都在敲碗吃播 威廉雪說有沒有可能今天改外景棚 Bob Chen說可能在燒漏店外景直播吧 大家可以期待待會新化的播新聞 我們也有幫大家準備surprise 所以大家也不要離開 持續來關注政治消息 我們看到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之前才不滿被放話說要藍白核 他在28號出席活動的時候 首度親口說出藍白一定會合 只是柯文哲敬敗馬上出招 說主張用公正第三方民調來比 如果輸的就退險人 對此侯友宜跟郭台銘都沒有回應 只強調再也要團結 這是選舉啊 你們黃西黨的最後一定會合的 之後怎麼合的 選場以熱烈掌聲作為回應 有沒有聽錯藍白要整合了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才棄國民黨愛放話藍白核 才過一天態度180度大轉變 郭文哲沒回應但他28號去參加中華戰略學會活動 對著退役軍官將領們 不但首度親口說出藍白一定合 被問到克剛也說不贊成去中國話 還表示可以恢復三民主義教學 這本來就是欠法第一條 但若是要入考題態度就保留 字字句句很對深藍的位整合腳步看似近了 這個合指的是政黨之間應該要和諧合作 我們主張由第三方的公正民調來選出最強的候選人 足以挑戰民進黨的賴清德輸的退選 藍營心情只怕像洗三溫暖 原本開心要整合 沒想到柯文哲又出難題 大膽提出用數字評高下 還要輸著退出 這下怎麼接招 我們尊重民眾黨對於藍白河的任何的意見 只有在野黨合作才可以下架民進黨 金庸的劃山論見雖然精彩 還是比較喜歡射掉英雄戰典 瑕疵大者為國為民 各方的建議或是合作的方式都會納入考量 國民黨說會考慮侯友宜跟郭台銘則必談民調 柯文哲的膽小鬼遊戲玩很大 費率對手佔不奉陪 台北市一名謝姓男子在網路上PO出雞蛋相關的文章 那麼中正二分局也尋現找到人了 他也坦承說的確是他在網路上PO文了 但是他沒有作假 不過警方半夜11點通知他來做筆錄 也被外界質疑說就好像是警總復辟一樣 議員在一早也到分局來抗議 但是警方強調這個筆錄時間是有經過當事人同意的 台北市議員鍾小平一早現身中正第二分局 針對臭雞蛋風波指控警方成了農業部的打手 還在深夜替PO文的民眾做筆錄 程序上似乎有瑕疵 我們是請他在10月4號才到警察機關來做一個說明 並沒有要求當下即刻就製作筆錄 那因為謝新民眾他聲稱因為工作的關係 那他住這個新莊 那要往返新北跟台北這個比較不方便 所以說他就主動要求我們的偵辦人員說 是不是可以究竟在這個附近的警察機關 在做筆錄 警方強調臭雞蛋風波已經成了社會矚目案件 攸關大眾利益 才會直接到對方的住處給通知書 筆錄時間也經過當事人同意 而國民黨團上午也召開記者會指控農業部 但出現問題應該先解決 而不是檢討民眾發文 來瞭解事情發生的原委 而不是做賊喊抓賊 為此農業部在臉書上回應 布什言論已經引起恐慌 會以社違法還有妨害名譽去報案 針對的都是沒有證據的蓄意造謠者 而不是一般的民眾 但是看在大眾眼裡似乎上網 分享自己的看法 現在都得要膽見心驚 訪問到底是妨害名譽 還是告知大眾有待司法釐清 TV先生 我覺得你這樣賣台有報導 來關心屏東明陽國際爆炸案 已經來到了第八天 但是還是有一名年資15年的父姓班長 到現在還是失聯的 而今天就是中秋節了 他的家人當然也希望 可以找到他一家人可以團聚 所以其實家屬還是守在現場不放棄的 也呼喚他要回家烤肉 那麼廠區的怪手也持續的挖掘 希望可以有所收穫 另外呢 評檢在28號也傳訊了正信協理 依公共危險罪過失傷害罪 餘令450萬元交保並限制出警 秋節該是全家團圓的日子 私聯的父姓班長家屬 卻在爆炸現場折蓮花 太太也守在現場 衷心祈求她能趕快回來 明陽國際爆炸進入第八天 易錦霄透過怪手接駁 一批接一批進入二樓內部搜尋 由於前幾天依巡附姓班長工作的場所 以及他兩個同事被找到的方式搜尋 都沒有辦法找到人 後來認為爆炸時 二樓有一台巨大的機器陷落到一樓 所以26日起就改為打碎一樓天花板 讓大型機具入內 移出從二樓陷落的巨大機器 再動員更多的人力展開地毯式搜索 今天大概44位還是把二樓的地板把它清除 然後再擴大我們搜尋的一個範圍 那希望可以在中秋節團圓的節日 那個父姓我們的班長能夠讓我們找到 現場周春敏上午抵達現場 管切搜救進度也慰問家屬 父姓班長在明陽工作15年了 是資深員工至今仍未尋獲 她的太太28號帶著兩名年幼的孩子 在臨堂法會呼喊著要她回家吃烤肉 中秋節這一天她的二哥及太太 仍然一早就趕到爆炸現場等候 不放棄任何希望 現場說家拍人力擴大搜索 一定會想辦法全力搜尋 希望能趕在中秋節這一天 讓鏡中職守的父姓班長可以順利尋獲 去VBS新聞埃昭賢屏東報導 中國房市先前接連爆雷 而其中最大的恆大集團的董事長 許家印呢在27號也傳出遭到監視居住 目前在北京的一處居所 已經被限制的部分的行動自由 那麼今天的中國觀察 我們也邀請到特派記者韻文 來到現場幫大家分析韻文好 詩姻好 大家好 好 韻文想要請教 我們知道說這個恆大集團在中國大陸 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企業跟集團 所以他的董事長許家印 很想當然而這個被限制居住 一定會引發關注的 那他其實從首富到現在呢 這樣子淪為階下囚 是不是代表說中國現在已經開始 對恆大來收網 目前恆大他們還有很多 未清廠的債務大概有多少呢 好 去什麼來看到 目前這是根據了恆大自己所公告的部分 他們的這個未清廠的債務 其實蠻高的 是超過了2億美元這麼多 一共是呢 超來到了是 2670.77億人民幣這麼多 我剛剛數字裡面錯 不知道怎麼更正一下 恆大呢他們公司未清廠的債務 是來到2067.77億人民幣 這樣的數字大概有將近台幣1兆元 是他們公司現在還沒有清廠的債務 是非常大天價 那可以看出來是基本上是中共官方 也確實目前要對許家印來出手 加以來清算他了 可能要好好的來懲罰他 好 為什麼 我們現在看到是其實整個恆大的風波 是從兩年前開始的 兩年前呢 在2021年的大概八九月開始 傳出說恆大的一些投資的產品呢 無法兌付之外 他們的海外的債券也無法交付 負債累累 同時呢這個蓋的房子又變成爛尾了 蓋不下去 一連串的風暴引爆之後呢 過兩年現在看出來是 似乎許家印本人似乎不太想管這些恆大的債務 他們還想辦法透過技術性的離婚 就跟他的太太離婚之後呢 分開財產之後 讓他們可以把資產轉移出去 所以現在中國呢就開始對許家印動手 要來好好的整治他 我們就來看到的是 其實呢是在927的時候 外媒說到 這個許家印呢在這個月的稍早呢 被上銬 銬上的手銬腳了被帶走之後呢 那也被就是限制地方來監視居住 然後當天晚上 那股價就暴跌 來看是當天927的香港 這個港股部分 恆大系的股價呢 紛紛暴跌 中國恆大跌幅是13% 然後恆大物業跌幅11% 恆大汽車跌幅21% 都非常慘的暴跌狀況 然後這還沒有完喔 927隔天928一大早就公告說 恆大系所有的股價 所有的這個股呢 通通都是停牌的狀況 就是停止交易 然後到了晚上呢 這個中國恆大就發這一張公告 說什麼說是他們的這個主席啊 許家印是有違法犯罪 涉嫌違法犯罪 所以呢目前是被採取了強制的措施 是認證的媒體報導之外呢 也說他們的相關的股份 會繼續的暫停買賣 所以是蠻嚴重的一個狀況 所以看到是目前喔 他的身家 他原本呢 是以這個超過400億美元 成為中國首富 但是現在因為股票暴跌之後呢 他的身家大幅縮水的是90% 也被說是成那個中國首富 成為中國首富 這個富是負債的富 是蠻嚴重的狀況 然後今天的消息是說 他的兒子也被帶走了 然後他的太太 他的前妻 是已經離開香港之後呢 是不知去上情形 是的確 因為現在中國恆大也有可能 留一些爛尾樓嘛 對 所以他如果還把財產 就是用其他的方式 轉移出去的話 對 大家真的感受會比較不好 那威力學跟韻文說 中秋節快樂 謝謝謝謝 好那麼我們想要請教 因為像是這個護問說 恆大島的話會有一點 像亞洲金融風暴嗎 這部分我們可能還蠻難來斷言說 會不會是亞洲金融風暴 但是有人說是提到說 如果恆大真的破產倒了的話 那可能對於中國的整個房地產 跟他經濟會是蠻大的風暴 是沒錯 我們只要說其實 許家印現在遭到監視居住 雖然說目前還沒有確定說 他接下來會面臨到些什麼 可是現在中國房市可以說是 正在重整他們的腳步 想要再重新站起來 那他這一個被逮捕 也不是被逮捕被限制被監視居住的行為 的確還是會對中國房市有 可以說是一劑重擊 對因為他其實是蠻嚴重的狀況 他應該是有涉及到很多條的這個罪名 所以目前這個情形 這個處置方式是蠻嚴重的 也對其他的相關的房地產 可能會有一些就是 警示的作用 是好那我們接下來來談的是 我們知道中國大陸其實 對於國內的言論呢 一直以來都有很多的限制 像是大家有在用社群媒體上 微信這種中國大陸的 或是微博這種社群媒體 就會知道說 有一些字眼比較敏感的 是會被屏蔽的 他們就是言論自由上面是比較緊縮的 但是現在美國國務院 是不是也認為中國大陸 現在正在對國際的言論來出手呢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影響到國際的言論的部分 我們就來看這部分是 美國的國務院所公開的報告指出說 北京的每年花費就是多達是 大概有超過數十億美元 在進行呢這個 以公開或是非公開的方式呢 來操作相關的資訊 並且來創建他們自己的這個資訊的生態系統 怎麼說他們是透過五大的方式來做相關 他們自己的這個所謂的資訊系統跟大外宣的 好第一個是透過是這個媒體的 國外媒體的收購是股份的收購 來增加他們的影響力之外呢 就是會贊助網紅 其實這部分也確實是真的有在發生 因為其實你知道嗎 在中國北京啊 他們是這個堪稱是大家外媒的集散地的地方 就很多上百家外媒都在那邊 那其實在中國大陸有說 有些蠻重要的採訪新聞的時候呢 會以這個說 場地有限 人數有限為有 會限制這媒體的加速 所以會挑選媒體可以進去的人 加速跟人 那這個評選的標準始終是個謎 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標準 然後呢 有些官方的活動 像是之前呢 亞運的場館開箱 或是北京東奧場館來開箱 去的人之外 除了是那種傳統媒體之外 就是有一些是網紅也去了 然後這網紅呢 除了是他們自己國內網紅之外 也有些國外網紅 就特別請過來的贊助網紅 可以拍一些比較正向的宣傳幫忙做大外宣 所以這個 美國的這報告呢 其實也是還算準確 有這個贊助網紅的行為 再來是呢 這個虛假的訊息的傳播 就是假消息 台灣呢可以說是呢 深受其害啦 大家對他們的假消息是 疲於奔命的狀況 再來是呢 拉攏這個國外的政治精英 就對於像國外的一些可能政策 來進了有影響力之外 就對於這個整個國際的輿論 有一些推波助欄的影響 再來呢 看看就是呢 透過這個地方 就是針對這個他們的好朋友國家 這個一些國家呢 進行衛星數位電視大外宣 然後對於一些議題很敏感的 就是我們台灣的議題 以及呢 人權議題 還有是他們中國經濟不好的議題呢 來加以壓制一些相關不符合北京的言論的 是沒錯像是觀眾朋友Bob Chen就說 肯定的因為鈔票很香可以下廣告 那威廉學說看到那種比較偏頗 大概就知道收錢喔 其實就是 這個對 通常有這種收錢 是大家可能不會揭露出來的 不過我們看到的是 美國有說到說 雖然加以來防範跟制止之外呢 其實可以看到是民主國家的體制 是有它的好的方式的 即便說北京有這樣子很大的銀彈 去做這樣宣傳的影響 但是在民主國家呢 會有他們當地的媒體跟社會影響力去反彈 所以北京有蠻多挫折的 好沒錯 那我們也非常謝謝韻文 今天來到現場幫我們進行分析 謝謝韻文 謝謝心怡 謝謝大家 好那我們再度把鏡頭轉回國內 我們知道這個 台灣第一艘國造潛艦呢 在昨天下水了 當然這個國造潛艦下水呢 也會引來中國大陸的 國防跟外交部門的 他們有一些接力的來開栓喔 對此呢我們的國防部也回應了 依照敵情的威脅持續的自我防衛喔 但是對岸的官媒宣傳說 已經有45名金門居民到廈門辦理居民證 拉著行李箱進入廈門一個地方服務中心 這些人是中華民國的金門居民 差不多在一個月以前就在策劃這一次行程 要過來辦那個居住證 可以去考駕照 然後就業買社保 醫療通通都OK 跟你們是一樣的 日前北京推出福建對台示範區 中國大陸官媒宣傳 已有45名金門人赴廈門辦居住證 先前陸委會就批評 這是拉攏右影完全是 中共一廂情願的做法 台灣同胞和海外僑胞 至於誠摯的問候 是逢中共建政74周年 習近平再度對台喊話 我們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深化兩岸融合發展 就在習近平談話同一天 我們第一艘國造潛艦下水 引來北京當局兩大部門接力開酸 不過是唐壁當車 終將會自取滅亡 至於談到什麼阻止解放軍進入太平洋 這不是吃人說夢這是什麼 民進黨當局頑固堅持台獨分裂立場 揮霍台灣老百姓的血汗錢購買武器 製造兩岸的對立對抗 只會迫害台海的和平穩定 對此我國股防部回應 中共持續的軍事挑釁 才是區域不安的主要原因 那麼國軍會持續依據敵情的威脅 跟做防衛需求 秉持備戰不求戰 應戰不避戰的決心跟態度 來提升自我防衛能力 全力捍衛國家主權 面對中共軟硬威脅 台灣只能強化各項自我防衛 TVBS新聞張家寶全民文綜合報導 好我們剛剛講到中國大陸控制言論 其實像是觀眾朋友HF說 他認為控制媒體言論的 不是只有中俄這一種獨裁政權 包括像是歐美的報導 其實從恩務戰爭呢看得出來 好像也是會有一些 誇大其力忽略其弊的一些狀況 其實各國的政府或者是 各國的媒體呢都會有希望有一些 各自帶風向的狀況 但是假消息大家還是要學會辯論 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我們剛剛談到說 首遭國遭潛艦呢在昨天下水 但是前海軍顧問郭錫 他就跳出來控訴國民黨的立委馬文君 把造遣的這個資料送到國外 根本就是賣台喔 但是馬文君則是點名郭錫 是隱清風案的涉案人之一 更喊話潛艦國造的召集人 黃樹光呢不要用別人當打手 馬文君就是那位立法委員 把我們國家所有的造遣見的資料 送到國外去的人 就是他送的 你知道他多無恥嗎 那是郭民黨立委馬文君的照片 前海軍顧問郭錫越罵越氣 我們至少要有一個心理準備說 送出去的是什麼資料 外國人要付他錢才能看 這些他送去賣國的資料 我這樣講馬文君你可以告我嘛 我就已經講你是賣台的 不斷重複若非屬實 歡迎馬文君提告 國造潛艦28日正式下水 此前傳出潛艦小組召集人黃樹光 爆料點名令委 為了一點銀頭小力一直在搞 還說未得標的軍火商 把資料轉給中共大使館 外界很關心你點名的立委跟行政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你們自己去猜猜吧 這是嚴重的叛國行為 黃樹光出來說清楚到底是誰 這個包括國安單位 包括國防部包括檢調 都應該主動的去偵查 把文君前一天發文批黃樹光 用隱身的手段帶風向 發圖卡雖然是否害怕監督 還喊出若點名自己必定提告 而對於郭錫的指控 馬文君指郭錫就是當年 隱清風暗設案人之一 但沒回應會否提告郭錫 不過隨著馬文君陷入爭議 民進黨立委也被炮火對準國民黨 馬文君委員也經常多次 以讓潛艦無法新建下去的 高額凍結預算來杯葛 而且在調閱機敏資料的時候 我們看到國民黨的委員 拿著紙筆不斷的抄寫廠商的資料 而且把這樣的資料吸出 游走在機密法的這樣的一個 規範範圍之外 那我們認為這樣的做法 當然不免請人移動 國造原型潛艦剛下水 後續潛艦預算案已經開打 TVBS 網紅包 留聽聽一台報導 好 國造潛艦在昨天正式下水 而目標其實就是在明年年底 完成所有的測試 預計在2024年4月1號出海 今年年底就希望可以交付給海軍 目標就是逐步形成 足以嚇阻解放軍的水下戰力 獨家畫面 中國大陸福建大城灣海域 東部戰區海軍登陸艦第五支隊 峽下 動拐武兩棲攻擊艦安徽艦 正演練投放拐兩六型氣墊登陸艇 與此同時 舊護用的直八直升機也在空中盤旋 作戰後勤一體 空地整體行動儼然成型 既然是兩棲操驗 多艘洞拐腰型 船無登陸艦當然也在周遭對列 加上不遠處 矛勃的各型艦艇 共軍駐地訓練 顯然進入了重要關頭 我們要用個連續劇的角度來看 現在共軍所做的一個演習 三豐號航空母艦 他從巴士海峽這一邊 進入到了新太平洋 當然等到新太平洋這裡的話 固然有可能是在做遙強敵 但是他也不能排除說 他其實是在做A2AD的一個反制訓練 第二部解放軍會做的就是 他用他的空中武力的 對我們進行空襲 所以這個空中武力 我們會去連結到 103架式的北地帶 我周遭進行飛行 空中空襲完之後 第三步很有可能就是要進行 兩棲登陸的同期訓練 學者分析 近半個月解放軍的演訓行動 並非個別事件 聯合作戰演練大場面 隨著中國大陸十一國慶接近 是否山雨欲來 對他的海上攻守 空中攻擊 到最後的一個兩棲登陸 可能海空軍跟陸軍 彼此間他們都不知道 在做什麼樣的訓練 他們都不知道整體的計劃 但是這一些各軍種的演練 匯報到戰區的聯合作戰指揮中心 甚至是中央軍委的聯合作戰指揮中心 他應該是有個完整的想定 控管內部軍令同時驗證指揮運作 國軍所關注的異常征後 就是中共還會怎麼樣強化 大兵力的調度和部署 過去美國的戰略是在台灣的東部 距離台灣大概500公里左右的海面 可以部署三個航空母艦打擊群 那這個是大陸本身的這樣的戰略 他希望藉由自己的航空母艦 戰鬥群在台灣東部先戰會 然後而且搭配他的 包含這個火箭軍 然後包含他的這個空軍的 長程反艦巡弋飛彈等等 構成一個完整的這個 反區拒絕的一個 作戰的作戰鏈 建置美國對台何為 特別是解放軍新航艦福建號 持續為了服役做準備 前海軍司令 潛艦國造專案 召集人黃曙光日前分析 美方所指的 中共在2027年有能力攻台 關鍵在於三個航艦戰鬥群 能否形成投入台海周邊 為了迫使對方 修正作戰計畫的方式 就是新軍備的加入 包括潛艦 那其實現在目前這些偵測手段 對於水下都不是那麼有效 那所以那個潛艦依賴這個特性 它就會執行像反水面戰 然後這個反潛艦作戰等等 然後可以對水面的這個 不只是作戰艦艇 包括它的補給艦隊等等 都會造成這樣子的那個 那個打擊的效果 國造潛艦風光下水後 預計從10月開始一系列的測試 目標2024年底之前交付海軍 頂著爭議和敵情堅持打造水下戰力 官方的理念是藉此逼退共軍 我們剛才可以靠這個路上來運輸 那如果說你海上完全被封鎖的話 那你可能不只是那個武器裝備 彈藥靈復健那個燃料這些東西 你沒有辦法運進來 你對作戰的韧性可能就會這個有影響 所以為什麼這個海洋交通線的順暢 這個然後能夠具有這個一定的反封鎖的能力 對我們來說其實是非常重要 只是正當國軍的操演 也定調了解放軍 為了防止攻台被介入 勢必速戰速決 航艦圍台的論述 始終存在兩派見解 一快要開戰的時候呢 大陸的航空母艦如果要能夠順利的穿越 十元公國水域或說發射海峽 其實難度會非常高 那它就變成說等要在開戰前一段十日 就要先將艦艇掀起這個步數在這個地方 未來大陸在這個兩岸發生衝突的時候 它的航空母艦擺到一二島鏈之間 其實反而是會讓它自己的這個 重要的這個國家的這個 能戰力的象徵航空間陷入那個危險之境 正常的部隊都在追求最小損傷 造成對方最大損害 敵情會演進 也考驗著推動了近八年的國防自主 未來還能否達成防衛構想